在最新的一轮西甲联赛中 吴磊再一次坐在球队的替补席上 并且还是那种不需要热身的替补 这样的场景已经在本赛季的西甲联赛中出现过多次了 此前吴磊还能有出场的机会 而如今是连续7场 没有一分钟出场记录 这样的情况 一方面与球队主教练的佣人有关 另一方面或许与围绕在吴磊身边的传闻有关 有消息称吴磊将离开西班牙人队 而他在国足的队友在一次直播连线中 也无意中说漏嘴 透露了一点吴磊下家的信息 或许在这个东窗转会期 吴磊将离开西班牙人队 转投其他球队 去寻找另一个起步点 吴磊目前已经回到了国家队 备战与日本和越南的两场12强赛 回到国家队的吴磊心情不错 看上去有说有笑 脸上也轻松了很多 是的 在国家队他是国足最大牌的球星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并且旁边都是熟悉的朋友 和他们一起踢球自然开心 但在俱乐部 吴磊的处境完全是两回事 在西班牙人队 吴磊身边虽然都是一群熟悉的队友 但感觉却是一群陌生人 处境孤单的吴磊 不仅得不到主教练的欣赏 也感觉到了队友们的孤立 在这样的环境下踢球 确实没有多大意思 而在球场上 不管吴磊在训练中状态如何 他都得排在所有前锋的后面 实际上 在西班牙人队 除了大腿得托马斯 球队的其他前锋是谁也不要说谁 都是半斤对八两 谁上场都差不多 但是 吴磊就是得不到上场的机会 被死死按在替补席上 作为球队的老队员 实际上吴磊对这只球队 真的称得上尽职尽责 球队降级都没有选择离开 但不离不弃的结果 却是球队抛弃了吴磊 目前的吴磊 已经完全成为了球队的饮水机管理员 如果再这样下去 无异于拿自己的职业生涯再开玩笑 而有一句话叫做树挪死人抛火 说不定吴磊换一个环境 能够有不一样的表现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这个东窗 关于吴磊的转会消息 应该是他流氧以来最多的一次 那么吴磊的下家又会是那只球队呢 此前 西班牙四台曾传出消息 称吴磊的下家会是阿拉维斯 并且双方已经达成了初步协议 甚至该媒体还表示 这家球队的老板很欣赏吴磊 表示吴磊如果加盟阿拉维斯 将可以直接踢主力 而得转消息显示 吴磊转会去阿拉维斯的概率只有19% 那么吴磊的下家到底是不是阿拉维斯呢 实际上 在吴磊与国足队长 也是他好朋友吴磊的直播连线中 吴磊曾无意中说漏嘴 不晓透露出一些重要信息 当时 两人在连线时 吴磊曾要吴磊带一件 他在俱乐部的球衣回来送给他 结果在聊天时 一不小心说了两个字 差点将吴磊的新东架给直接说了出来 吴磊说的那个字是阿拉 后面他可能觉得不合适 立即改口 并且他与吴磊同时以嘎笑缓解尴尬 不过 吴磊的这个不小心 让球迷们找到了一些线索 毕竟叫阿拉开头的球队并不多 此前就传出吴磊将加盟阿拉维斯 这样一来 这两个字就对应上了 吴磊的下家 大概率就是阿拉维斯 实际上 如果吴磊真的能够加盟阿拉维斯 确实是一件大好事 阿拉维斯的前锋里面 目前只有中锋和赛卢靠谱 吴磊去了打上主力是大概率的事情 并且和赛卢还是一名高中锋 与吴磊的风格正好互补 如果不了解的球迷 可以参考吴磊刚到西班牙人队时 与主力中锋 伊格莱西亚斯的配合就能明白 或许 吴磊真的能够开启 他在西甲的第二段高光表现 目前吴磊正安心与国家队一起踢12强赛 或许他加盟其他球队的事情 在这两场比赛结束后 就会对外公开